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实上除了汉代之外 唐宋时期的君主也推崇老子 例如唐代的高祖李渊 更专奉李以为李氏的祖宗 并以老子庙为家庙 此外当时更兴建太清宫和洞清宫 作为祭祀用途 后来至北宋时的珍宗 亦都确见上述两座庙宇 可见历代不少君王 都十分尊崇老子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聖人不职 既以为人已愉有 既以与人已愉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为而不争 本章的格言 可以作为人类行为最高的准则 前面三句格言 在于提示人要信实 立言 尊征 后面四句 在于勉励人要利民而不争 真实的说话不好听 好听的说话不真实 行为良善的人不狡辩 狡辩的人不善良 真正了解的人明白宇宙间的大道 就在自己心中 不用周围稳 知识广博的人 未必真正明白大道 聖人无私心 任何事都不会有所保留 他们会尽量帮人 自己反而更充足 天道无私 只有利于万物 而不会对万物造成伤害 聖人信天道而行 只是贡献私语 而不会同人争断 聖人能效法利而不害的天道 而表现畏而不争 结果天下莫能与之争 使者比受者有福 不同人争夺功名的精神 就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 全球首个道教电视频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